套用在其他地方上面 1 2 3 三個地方確定改的都沒問題了 再來的話程式部分 主要就是先註冊 OK 跟他拜著Click 當他Click的時候就執行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在哪裡 這個方法在這裡 他會去執行這個方法 然後去做底下的事情 去變更這個PIC裡面的屬性 這個屬性裡面的圖檔 就幫我換一張換一張換一張 這樣就可以 達到我們要的這個效果出現了 OK 所以第1個是 接下來 我在那個雲端上面 還有放一些東西 裡面包含就是說 也許後面請各位 自行再把那個步行主題稍微變更一下 這個步行主題前面做過了 所以也許你可以 再把這個步行主題稍微再改一下 讓他稍微變得漂亮一點點 那再來就是說 其他還有像什麼 我們後面還會再講到的就是說 有關 比如說還可以再更改什麼呢 更改他的按鈕 Icon 部分 OK Icon 部分 當然 如果你要變更 不過 這個 Icon 變更 你需要怎麼樣 把它升級成比較新的版本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沒有變更新的版本 我們現在的版本是 JQuery 1.0的版本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沒有把它更新到比較新的版本 1.45的話 那 很抱歉 Icon 也沒辦法變更 即便你 你做的動作都對 但是你的 Icon 就是 這是補貨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我們之前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 可是我們經常 上一頁下一頁之後 我可能會需要就是說 我不要是上一頁下一頁 我這邊的話習慣上就怎麼樣 就播一下 播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 向左播 向右播 就是你那個 手機上面畫面一播 就可以有上一頁下一頁 我習慣用播的 可是問題 我要如何 把那個播葉的這個效果 把它改 就是我不要按按鈕 我是用播葉 它也可以換葉 不過最好這兩個功能 都保留 為什麼 因為 有的時候 有些人還是習慣上面有看到東西 因為他 使用習慣不同 他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播來播去的 可是如果說你要做那個播葉的效果 請特別注意 你要必須做幾件事 我這邊有 如何讓那個 你的app有左右播葉 這個換葉的效果 但是瓜糊呢 請注意 在1.0的版本 也是不支援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要更新到 最新的版本 才可以 OK 所以 那你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後面如果你在做其他類型的時候 可能 都要想到 是不是需要更新 但是更新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會跟那個 Dreamweaver 原來的系統 有些些的 相容性問題 不過也大致上都還好 所以說你在預覽的時候 他的icon會不見而已 其他都還算正常 所以如果說你要避免那個 更新到新的版本在Dreamweaver裡面出現問題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呢 乾脆就是不要在他的預覽的畫面 你直接跳出一個瀏覽器也可以 那做法上面 我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不僅主題 我想自己再把它加一下 那如何把那個 我們的 JQuery Mobile 升級到 1.45 OK 其實有 至少兩種方法 一種是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 是直接去連結什麼 遠端的那個 JQuery Mobile的網站 那他的好處是怎麼樣 反正連過去就好 你不用再匯入一些有的沒的 OK 那第二個方法 是 匯入我們需要的東西 有點像之前我們在插入JQuery Mobile 他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遠端的 還是說你的本地的 那本地他會匯入一個JQuery Mobile的目錄 那這個方法有點像遠端 反正我的東西 我就是 如果需要這些韓式庫的話 那我就連到那個他的官方網站上面去就好了 不過這個方法 我覺得第一 他的好處是方便 完全不用匯入 但是他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你的 App 是要隨時連線的狀態 如果你沒有連線的話 那就會抓不到韓式庫 抓不到韓式庫呢 你的所有的效果就出不來了 所以這個 這個有好有壞啦 那不過我 練習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乾脆用這個好了 這樣可以減少很多麻煩 那不過你要怎麼更新 一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這個 這三行 Ctrl C Ctrl C 把它更新 更新記得 你不要更新錯位置 2的話 請記得 你的舊的東西在哪裡 應該可以找到 記得 不要選錯 從 Title 下面這裡 有沒有 一直到哪裡呢 再到那個 這個喔 記得喔 再到這裡為止 你不要再往下了 因為下來這個是我們自己打的嘛 這裡喔 就是 JQuery Mobile的 1.0的版本位置 那你可以怎麼樣 選擇 兩個 一個是 把它刪掉 一個是 把它註解掉 喔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啦 如果你不是很確定的話 我是怕你做錯 所以你乾脆把它先註解掉 你不要刪掉 因為你刪掉之後 可能到時候要找又找不回來了 可能 回去也回不去 然後呢 新的又 出不來 那就 麻煩了 你可能又要 重新再來過 所以 建議是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 先做個註解 那怎麼註解 前面不是有跟各位交過一個功能 JQuery 裡面按右鍵 選舉範圍 套用HTML註解 記得它是HTML 所以你要用HTML註解 這個方法還蠻方便的 不然你就是打一個什麼 小於減減 後面減減 大於 然後前面要一個驚嘆 就是小於那個減減的 前面要一個驚嘆 也可以註解 如果你記不起來 沒關係 選舉之後按套用這個就好了 按右鍵 選舉範圍 套用HTML註解 那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做這個註解 頭跟尾 就這樣 其實它幫你做什麼 其實就是幫你打上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這樣玩 你需要 在這邊加 你也可以自己把它記起來 不過有時候 要記的太多了 所以你乾脆記右鍵比較快 好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貼到底下來 這個是我們新的 JQuery MOBI 好 這樣就完全升級了 夠簡單吧 不過呢 特別說 這個也是書裡面完全沒講到的 所以 這個東西 因為試了很多種方法 發現這個方法最簡單 乾脆你們以後就 記得這個方法就好了 不然 太多種方法了 就升級 對就升級了 這樣就OK了 可是這一段程式有個缺點 就是 它是連線的 就是你手機一定要是有連線 的狀態下 它才會抓到那個 JQuery MOBI的韓式庫 但如果你手機沒有連線 那就會出狀況 OK 至於出什麼狀況 你自己可以試試看 把網路線拔掉 試試看 沒有連線 或者你把網路關掉 看看 反正一定是 會有一些 最後變成網頁就對了 它因為 連不上韓式庫 OK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 要 比如說增加一個什麼 就是向左波向右波 我剛剛講1.0的不行 1.45可以 那怎麼樣讓它向左波 向右波 不過升級之後 你可以再把它及時一下 那會有什麼變化 升級之後 你會發現 感覺 有點怪怪的 什麼東西不一樣呢 就是上面的什麼呢 Icon全部都變圈圈了 圖 全部都變圈圈了 其實 升級之後 只有這個地方 怪怪的 其他 都還正常 OK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就在這邊預覽 那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話 請你 怎麼樣 在瀏覽器 不要用這個即時 你可以用什麼 在瀏覽器中預覽 比如說我用IE好了 或者Chrome也可以 那其實在IE或者Chrome裡面 其實基本上呢 它這個 CAMERA PEOPLE 它就會出現 允許 是不是有允許 那個JQ mobile 韓式庫 如果你在那個IE或者Chrome裡面 其實會正常 沒有問題 所以只是因為 可能是 自尊Weaver的版本 我們現在是用6 太舊了 現在有新的 OK 那它是新的 就是會有那個 Dollars的問題 就是可能你要去購買 它現在等於是沒有 賣你版本 它是賣你一個月 或一年的授權 而且算下來 其實算起來還滿貴的 那 當然可能有相容性問題 因為它可能也會想說你 如果一直用 都沒有狀況 你也不會想升級嘛 所以你有狀況 你才會想升級 也許是這樣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升級完之後 才能夠做出什麼 向左撥 向右撥的效果 那向左撥向右撥 那個程式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其實就是跟那個 我們的 就是JQ註冊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 所以第一個升級 第二個 才可以這兩段 那這兩段 其實呢 很簡單嘛 JQ Mobile裡面的Document 當 Aun是什麼 當什麼狀況呢 當它向右撥的時候 向左撥的時候 去執行 什麼呢 這個Function 當它向右撥執行這個Function 其實就這樣啦 至於要貼到哪裡 請各位先升級 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這些 如果 功能都加上去了 我覺得 我覺得 等於又讓你的 JQ的App 又更加的不一樣 我發現它其實流暢度 還有那個 圖 的那個感覺 那個 又感覺又更 更不一樣 所以這個App 做出來 其實喔 可看度又更高了 美工部分 甚至它的 Icon 數量 你們可以再 參考那個 JQ Mobile的官方網站 它的預設的圖 本來 Icon 17個 變成至少 五六十個圖檔 那些圖檔的名稱 其實你可以變用查的 可以查到最新版的 那個Icon 那這部分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你的那個 版本先升級 一樣